各位同仁各位官员大家早我是不是请张部长 张部长 张部长您辛苦了 我想在礼拜一的咨询的时候我已经跟部长报告过 我们打算正式在立法院提出联署 针对证所税的科征方式我们来做一点调整 那么调整的方法很简单 为了让股民过去的疑虑能够降低 为了让政府实质上能够增到应该得到的税赋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用救援扣角的方式 把证所税明定在千分之零点五 那么跟证交税合并来征收 那么把原本的相关的证所税的条文 把它全部做一个删除的动作 那么我特别要来跟部长来沟通的几个问题 就说因为当时这个抛出这个讯息之后 也引发了外界很多讨论 很多人说证所税还没有上路就要夭折了 我一定要公开驳斥这样的说法 我们没有废除证所税 我们也没有要求缓科证所税 比起在这段期间很多要求缓征证所税的声浪 其实坦白讲我们还是坚持证所税必须存在的 而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一个修正案 只是顺着当时财政部的一个概念 也是我们当时共同的一个默契 就是证所税先求有再求好 那既然证所税已经有了 也许还没有立刻上路 但是当然修法也必须要有一段时间 所以既然已经有证所税存在了 我们当然能够有这个空间 就现有的证所税的科增方式 科增税率来做一个讨论 所以我也希望外界在讨论这样的一个修正案的时候 不要赋予太多的政治意涵 这样的修正案没有要炮打任何人 也没有要为任何人护航 更没有要违背什么公平正义的大旗 反而我今天要公开的说一句 什么叫做公平正义 科得到钱的才叫做公平正义 科不到钱的不能叫做公平正义 如果科不到钱又让股市萎缩 让国家蒙受损失 这更没有资格叫做公平正义 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来跟部长救教的是 我这段情节也特别研究了一下 我们中华民国科税的方式 很多人讲所得税 就一定要先算你有多少所得 算多少扣缴额 然后这个收入跟扣缴额 这个计算一次 然后再用税率相乘 这叫做所得税 可是我发现事实上财政部在科所得税的方法并不仅仅于此 我们科税的方法有好多种 我最近跟付税署请教了知道 我们有查定科税 我们有核定科税 我们有复查协谈 我们还有推济科税 我们科税的方法有很多种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复杂的科税方法 是因为有很多所得税的计算的过程当中是有困难的 政府没有办法每天站在那个小吃店门口拿一个马表来算 说这个小吃店到底进来多少人 政府也没有办法每天去帮这些小吃店算说 他到底实际上的成本是多少 所以我们在很多科增的方法当中 为了减少民众的这个繁杂的报税程序 或者是降低我们报税成本的负担 所以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科税方法 但是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要科得到税 所以我今天特别要来拜托部长的是 我今天提出这个修正案 没有要让证所税倒退路 也没有要让证所税夭折 更没有要让任何人没有面子 如果证所税已经上路了 我们身为一个立法委员 我们本来就有这个职权跟这个责任 把一个已经上路的税制把它修得更真完美 把一个已经上路的税制 让民众能够降低他们的疑虑 让民众更能够接受 我相信这也是当时部长 您在临危授命接任部长的时候所提出来的 我们先求有 先求反弹到最小 我们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再逐步修正 就算我这个礼拜完成了证所税修正案的联署 经过立法院整个的修法程序 可能也要到明年一月了 这还是最理想的状况 如果有人要送朝野协商 还要等到下个会期了 也就是说证所税上路了没有 上路了 明年一月一号就上路了 所以我特别要拜托部长的是 希望行政部门能够了解 我们没有要暂停证所税 我们也没有要暂缓证所税 我们也没有让证所税夭折 我只是提出另外一个思考的模式 我们大家想一想 与其一个收不到钱的证所税 部长您自己告诉我您的估计 最好就是50到100亿 我的版本可以收100到200亿 足足是财政部现行版本的两倍 以今年国家证交税最糟的情况 我们收600亿的证交税来算 千分之零点五可以收100亿的证所税 以过去1200亿的证交税来算 千分之零点五可以收200亿的证所税 一个五百 50到100 比较我100到200 哪一个方案能够让国家带来更多的税收 更不要讲到说 今天股市的中实户 对证所税最大的疑虑 不是他们不愿意交这个钱 他们担心资产曝光 担心资金流程曝光 担心造成后来税捐单位不断的上门来 所以他们纷纷把资金撤出了 财政部应该去了解一下 到底现在有多少人开香港的户头 有多少人开新加坡的户头 我曾经拜托券商工会能够提供这个资料 他们说不方便 今天政府部门透过金管会应该去了解一下 如果今天国内的中实户跟大户都去香港开户了 都去新加坡开户了 当然台湾的股市没有量啊 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很沉重的拜托部长 我觉得其实我们跟行政部门的方向都是一样的 第一我们都坚持要有证所税 可是第二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健康的证所税 这是一个可以收得到钱的证所税 这是一个不要收不到钱又造成伤害的证所税 我觉得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所以我也很感谢部长 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也提到尊重这是立委提案的职权 那么我们会继续很努力的来推这个案子 但是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跟媒体来说明 这个案子没有要让任何人难堪 不要解读成为说 这个案子就一定是要炮打最高层 炮打党中央 我想立法委员提案没有这么多复杂的心思 身为一个立法委员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职责 做立法委员拿国家跟人民的公帑 我们就本来在本身的职责上就应该要尽力而为 所以这一点我特别拜托部长好吗 谢谢部长 谢谢 部长 请回答 谢谢 是委员 委员礼拜一也直选很多了 事实上 呃 这委员这些观念哈 在过去几个月的修法过程中 几乎也都讨论过了 也有人提案 所以现在说八月八日刚这个 这个版本刚通过 委员再提这个案哈 如果说你说税收会收更多 我怕说这个是更严了 为什么呢 所有的股民几乎全部一律要缴了 而我现在通过的版本是八千五百点以前是先还课的 所以我怕更严了 其实部长 我想要救股市必须要对症下药 现在的关键不是交税的问题 其实你问大家大家都愿意磕这个税 现在问题是你要让他怎么样磕这个税 让他降低其他的疑虑 我还是要再三强调 我们要救股市必须要对症下药 这是我要拜托部长的 那么第二个我要拜托部长的是 这个法案如果联署成功 能够送进程序委员会 也拜托部长代表行政部门 不要要求执政党挡这个案子 因为我自己是执政党的立委 我当然了解 行政部门对任何法案如果有意见 在程序委员会就会挡下来了 我只拜托财政部 能够让症所税有一个健康的 公平的讨论的空间 我觉得讨论完没有过算了 但是至少不要让他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 因为既然部长您讲过是先求有再求好 什么叫做先求有再求好 就当他上路之后 我们本来就可以逐步来做修正来讨论 那至于我最后要讲一件事 您讲到说要让他上路 其实什么时候上路 真正磕到税是什么时候 是后年 所以如果我们要等到后年 我算给您听 今年就先少收了512亿 明年减列310亿 加起来到后年 还不确定能不能够收到钱 先少收800亿 所以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 8500点是门槛 到后年如果还没有到8500点 那你还不知道他的成败如何 所以这样子拖下去 要到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够就这个税制来进行检讨 我觉得那是无穷无尽的拖了 所以我只是拜托部长说 能够执行您所谓的先求有再求好 既然有了 那么在整个修法的过程当中 我们当然可以用开放的心态 所以报告委员 所谓先求有 先求有就是先把制度上路了 目前所有的执法规 我们今天到昨天 我才批最后两份执法规 执法规从不建制了 接着我们向建商宣导 要建制相关的系统 这些东西 委员又另一个提案出来 就是不确定了 我是认为上路就是说 让现在通过立法的 先让他运作一段时间 所以委员有没有必要在这个会期了 但是部长我想这个会期就算提出来了 要讨论要排进来 要通过那要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那么坦白讲 我只问部长一句话就好了 台股还能等多久 这是希望财政部能够 报告委员你讲的对政下要 这四个字很好 说股市的证是不是就是这个证 所以希望财政部真的搞清楚 股市的证是什么 那么因为你现在去看看股市投资人 看看各方的意见 你就知道这个证是什么 我希望我们的政府 自己不要自己站在自己的办公室想 去听听看大家的意见是什么 你就知道证是什么 第二也要拜托部长 真的台湾的股市可能等不了这么久 谢谢部长 谢谢 好谢谢孙伟员 部长